這部分先跟我們好朋友說一下 就是說 這個飛龍哥 這段時間我們是不是冷 冷的那個很容易 很容易列國 所以 有時候那個溫度 所以有時候 可能一個比較重要的這個地方 如果是有包 有時候我們飛龍哥是不說特別去給他這個套袋 但是呢 像剛才這個館的時候 這種東西 稍微去給他套袋 這個是效果上有人去做過 用一種透氣性的這個 這個烏鱷子這種 稍微給他這個套袋 他效果感覺上那種還可以 所以現在就是說用這種這個套袋 外人這個時間 他去給他套一個 比較有一點點套袋 但是這樣起來 也對他的這個溫度 對這個溫度 有比較好的這種 這個 這個好個地 這有一個這個 這個企業 就是說 去把他套袋 就是說 套這個 尼龍網帶黑色的 或是做這個特箱頂的薄刀 或是特的薄刀 土皮刀 有人去做這個 所以我現在起來是 四十年之後 都是說黑色最好 這個黑色的 就是說他那個食水 感覺起來比較好 但是說不可以讓他有太大 這個 我們在這個時間裡面最主要 最主要是這種 鱷子在塗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保溫作用 所以 這是一個 這個 我們做的這個所在 這個給朋友 稍微來解釋了解 這個大概是 我們目前 有人做過這種的這個經驗 所以這給朋友 稍微注意 就是說這個用法 這個用法 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裡面 很冷 我們比較怕說 因為太過頭冷 可能這時候的特地 就不是在防止什麼過癮 最主要這個特地是 這陣子是 頂去把他穿一件衣 這種的 這個 一種的 這個 這個 遮犯 所以 這可能要 好朋友要稍微 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做 算 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能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如果太過癮 如果太過癮 一樣 你也是要 正常的這個 平海 平海的這個防禮 一定要做好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 剛才說 其實含海 我們一定就是要 提高這種 這個 吃離子的這個用量 就是說 減肥 所以你先把他做 這個時候就不是說 要把他吹多 有空 我們去吃 就是一個最好的 這個地方 所以這點 我們要稍微注意到 這種問題 在這裡 所以如果是要 可能就是 去把他 噴一些這種 算 這兩天比較冷 我們先噴一下 過一個 之後 再過三五天 再噴一次 就說連續 再噴兩次 給他 強迫 他這個貼來的 這個甲離子的含量 比較高 他對這種 就比較有一個 抗氏 當然在我們臺灣 比較少說有這種 熱症 不然如果是說 這個飛龍膏 是很怕熱症 如果是 運動更多的時候 他心致呢 有時候他就必須要去噴水 去灌水 所以肚子 因為我們這邊是 頭上這兩天是濕力 再來是打冷 如果打冷的時候 因為有漏過河 所以頭上裡面是沒有說 沒有說 一個這個打 如果是很打的時候 要注意 這個如果是很打的 你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讓他想過頭打 因為想過頭打 他這個 金的一個 活性 金的活性 也非常 非常價值 要注意 所以 這點讓你 稍微知道 當然 如果是說 盡量可以在 一個 這個 效能 修改 有的人是用 一種 算 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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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年 算 可以 肚子 本來我們就有 稍微蓋 現在來就是 在床的部分 我們稍微 幫他 這個 包一個 可能是比較好 就是說 稍微幫他做 做一些 助力 因為很不簡單 這水的 這個床 介紹一般來說 都還不錯 就是說 頭水 那些 色水 還有一個 剛好過年過多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愛去 注意的地方 所以你大概在這方面 你可能可以 搭配 來做 使用 所以這提供 讓我們 提供朋友 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大致上是 這種 處理的方式 就是說 特地 再來就是說 在美育 可以先 割 並說 我們做地 提早 我們原地 可能 會比較大 但是現在這個部分 就是 割 油管 這個目的不是只要做地 是要讓他對著冷的 控制的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但是在部分 要看起來 應該是要 稍微做一個 工作 首先先做一點點的準備 這應該這樣 可能是比較好 這個提供給你稍微做一個了解 好